提升自来水的普及率 苗栗县院里镇投入超过4.9亿部件管线 目前普及率已经达到73%了 供水户数11200多户 自来水公司1月可以完成443户的施工 只要安装水表就能够在农历过年前使用 让乡亲游水好过年 根据水利署全国自来水普及率大约是94% 苗栗县85% 而临近鲤鱼滩水库的院里镇却低于平均值 101年普及率只有50% 为提升地方的名声建设 无资水地区沿管工程 耗资4亿9,866万元 经过了10年的部件 110年全镇工水户数成长到了11215户 普及率达到73.9% 普及率应该可以达到75% 但是我的目标是要达到80% 我们镇长 我们各位里长各位代表都全力的支持 因为在里面包括你在铺道路的时候 那些经费到底要谁来付 结果都是由自来水公司及政工所 负担大部分的责任 沿管工程包括旧舍、舍林、山脚、西坪、玉田里 总共278户已经施工完成 另外165户即将完工 资水公司特别在舍林活动中心 办理改善进度说明会 大概执行了大概5亿 大概有40几件工程 普及率从101年的大概50点多 现在已经达到73 我们预估今年底会达到75的目标 这是一个对整个地方的 整个无资在水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那希望我们管线工程完成之后 我们这些邻近的住户都能够来申请来使用 让我们用更好的水 院里镇每年以大约13公里推进 在恩水盐馆至今已经铺设完成130.64公里 年底普及率75% 达标不是问题 而在水公司呼吁相亲 尽数伸装水标 农历年前就能够使用到 有水过好年